柬語跟泰語幾乎是一樣的 就是它只有少數詞彙還有發音不一樣 那柬埔架語就是影響泰語跟寮語很深 所以它們很多高層的詞彙是共同的 就有點像中文跟越南語 那另外其實柬埔架語跟越南語它是 被畫在同一個語系 那其實如果可以認真去看它基礎詞彙啦 日常生活的詞彙其實有蠻多是蠻像的 比如說越南語的新年是叫 Nammei 就是年更新嘛 那柬埔架語是叫做 Chinamkmei 聽起來應該很像 因為稍微發揮一點想像力 你把Chinam的氣丟掉 然後把那個 kmei的t丟掉就變成Namme 就是 它會有一些 就是音稍微變一下其實它是蠻像的 所以越南語跟柬埔架語它的基礎詞彙是有點像的 那像 緬甸語它差的比較大 因為它是跟 它是屬於 學術上之下把它叫漢藏語系啦 就是跟藏語還有 中文它是比較 比較像的 它有些基礎詞彙是同源的 然後像菲律賓語跟印尼語馬來語 它是 畫過來南包語系 就是它跟那個 台灣原住民的語言 它是畫在同一個語系的 那 不過這個是 不過就算是畫在同一個語系 其實它的 很多結構也是差蠻多的 比如說 中文跟緬甸語 雖然都畫在漢藏語系 可是其實差 差蠻多的 不管是在 句子的 字詞的排列方式 還是詞 因為緬甸受印度影響比較深嘛 所以它會有很多 印度方面的 它的字 就是跟中文不太一樣 但是 學了 你會發現它們學術是有一些相關性的 就是這些語言 大概就這樣 不好意思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剛才講到這些相關 相近的語系來講 你會建議說 同時 開始 學兩種 相關的語系 然後你在學自己的同時 可以兩種去比較 還是說 一種學好了 再學另外一種 就是 比方說像我先前看過人家說 可能西班牙文 義大利文 法文三個是 拉丁語系 所以 但是人家的建議是說 一種先學好 學到一定程度之後再學另外一種 那不知道你的建議 以東南亞語系來講 是怎麼樣 我會建議 的確是會有搞混的危機 所以我 我會比較建議 就是你一種先 如果這幾個語言很像的話 其實先 學一種 然後學到一定的程度 然後再學另外一種 會比較好 那其實 以東南亞語言來說的話 他們基本上都差蠻 差蠻大的 那 呃 尼哥就是 呃 那個 柬埔寨語跟 泰語 大概很多詞 會發音很像 對如果這兩種同時學的話 可能不管是拼字 還是 講那個 講一些詞 你都可能會搞混 比如說你可能會把 pasa 跟pisa 真的太像了 或是什麼 torasa 跟durasa 就是發音很像 那差一點點 你可能很容易搞混 你兩個同時學的話 所以像這種就不太建議 一開始 就兩個都一起學 第一個是時間會不夠 因為 因為只有光書寫 但是非常非常累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 很多詞會發音都太像了 然後可能會搞混 所以像這種就 不太建議你同時學 那如果是 差很多的 比如說 印尼語跟越南語 那 基本上是不太會搞混啦 但是 缺點是 你可能沒有那個 因為這兩個語言的單字都不一樣 所以你可能會 沒有時間 你可能沒有辦法分配那麼多時間 就是同時學兩種語言 你會分配的時間不夠 因為學語言其實蠻重要的是 你要此之以恆 就是每天都 或是要花一點時間在上面 所以 我認為說 如果是很像的話 就是我剛剛講到像柬埔寨 有過太陽的情況 我不會建議你 同時 一開始就同時學兩個 我會建議你先學一個 就是你 可以比較容易取得資源 或是你比較 需要用到那個語言的 你有比較急迫的需要 或是你比較喜歡的 我會建議你先學 然後 再 再學另外一個 那如果是兩個 差很多的 那我覺得就 如果你時間分配的來 那我覺得 不太會有混淆的問題 都傳過來 大家都講過了齁 大家都講過了齁 沒有要後悔 要再講了 好 那個 大家要打起精神來 好 像小蔡這樣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不過 我猜也 在座應該也有 臥虎長龍 那 學一些語言 總是有趣 當作有趣來學 好 那我們 還有東西要放嗎 沒有 好 那我們今天就 謝謝大家參加 謝謝小蔡 謝謝 然後我們這邊 樓上 平常也都會有語言課 那 就 我們只有一個教室 所以一個禮拜 就一堂一堂 然後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在看我們的網站 來 來 來報名吧 好 那平常的演講 都丟在 丟在 我們的 燦燦時光 點書首頁 最近 今天晚上沒有 我們再接下去是 禮拜二有一場 談 越南 女性書寫 嗯 那是一個 在台灣的 越南博士 來主講 他的中文非常好 所以他會用中文來講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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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